大閒的小毛子 我有一頂小毛子 很小很小 世家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很小很小 世家只能蓋住我的一頂屁 就算弟弟在頭上 也很難固定這頂毛子 因為毛子很小很小 世家一順微微的風 就跟他找走 我的小毛子很相信 他會希望是可以讓人 蓋在一個美麗的頭上 到世界錄影 所以有一天 我抱著辛苦的心情 把小毛子留在江峰 希望他能找到一個頭 剛好好的人來蓋這頂毛子 每天早起 我都會去江峰看小毛子 還有在那裡嗎 有一天 小毛子沒去 喜歡跟他找走嗎 或是有人想要用這頂毛子 讓他的頭比較溫暖 在那暗面 我想去這頂小毛子 我很數量我的毛子 他現在在那裡 敢不遇到什麼事情 敢不遇到我 敢不遇到我 想到這頂小毛子 我會考慮一下 不過有時候 我的老子 很多很多麻煞 每天安眠 我都會想到我的小毛子 我會想小毛子 是在在小韓國王的頭上 也就是 有等待坐 讓人家去一頭的人 跟他在那裡 冬天來 我也沒考慮 但是 我並沒有忘記我的小毛子 很希望可以看到他這邊 讓他看看 阿嬤有那邊的 冬天來 春天回來 我沒有在那頂冬天 冬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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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沒想到以前 那裡好了 我在那軟軟的 草地上 冰來冰去 然後 當我開始看到 天頂的粉 飄過的時候 我又思念我 那頂小毛子 後來 在這個 天氣很好的材氣 稍微回來 在那一隻 腳的頭上 腳上的 腳上的一頂 大大的毛子給我 這頂毛子很大 很大 就像我那天 笑海海的笑容 也像我普通普通 學會跳的聲 一樣的美好